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大家好 我是工商时报陈碧芬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看到美国大选 候选人之一的川普 胜选几率大增 债券市场反应最激烈 今天我们直接邀请我们的陆伯曼 债券基金经理人郑吉良 Jeff来跟我们了解 这个市场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欢迎Jeff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陆伯曼债券基金经理人Jeff 很高兴今天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能够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陆伯曼对这个债券市场接下来的看法 好其实我们的听众 真的Jeff跟你偷偷透露一下 我们听众对债券这件事情 学习力很高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们看到 很多债券的情形跟股票不一样 那我们也知道债券其实最重要是让我们的这个稳定 就是我们的稳定的资产 那可是就是我一开始就说 这个川普啊 他一慎选机率大增 我们就看到那个子律率整个就冲上去 就是我们原来以为就是要降了 结果他是反向 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下半年 我想当然上个月底这个 这个川普跟拜登的这个辩论 当然让市场稍微波动一下 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下半年的在世的展望的话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 应该还是要先看联准会接下来的这个态度 那要看联准会接下来的降息的这个 比如说次数啊 或是他的会降多少 总金方面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我们要先看这个通膨 通膨的状况 那我相信通膨可能之前的可能一些来宾 其实都有来大概有在讲讲讲过 那我们其实大概在recap一下 其实通膨美国通膨现在最主要就是分三块嘛 第一块就是在商品价格方面 商品价格通膨基本上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疫情过后整个这个劳动也恢复到原本的岗位 然后整个运输啊 或是物流方面其实都正常 那其实通膨这一块 甚至对于通膨商品价格对通膨这一块 其实是有点负贡献的 那再来就是在住房价格方面 住房价格的通膨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始有点往下走 那我们预期甚至到明年之后 这个往下的这个趋势会更明显 那再来第三块就是我们说这个通膨年性最高的 就是去除掉住房的这个服务价格的通膨 那这一块呢 因为过去一阵子 其实他已经有做过一些就是一次性的这种 这种调涨价格 那服务价格这边其实跟劳动市场也是息息相关 那其实整个劳动市场我们现在来看 其实还是蛮沙蕾的啊 那只是说目前当然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劳动市场跟过去相比 过去是过热 那现在是开始有点恢复正常的一个情况 虽然说我们看这个非农就业 好像都还表现不错 但是我们可以我们发现到过去几个月 其实这个非农就业其实增长 其实都是focus在几个主要的产业 几个像是医疗保险啊 或是旅游休闲的等等 那这几个产业其实过去 最近在看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转弱的情况 那当然不是说整个劳动市场好像要变得很糟 只是说他从一个过热的状况稍微恢复到平稳 所以从通膨狼动市场这边来看的话 的确是为联准会降息的这个好像开始有点铺了比较好的路 那整个经济的成长 我们就先不要看这个成长的一个比较冷冰冰的数字 其实我们看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未来的状况 其实从几个龙头企业他们在做什么 其实就可以一窥一窥就近 他们对这个未来的看法是怎么样 像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麦当劳 他在上个月的时候他推出了什么 他推出了美国麦当劳 他推出了这个一克五美元的这个套餐 五美元其实很便宜吧 超便宜的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推 因为他看到美国的消费现在开始有点慢慢在走弱了 那当然过去两年他可能因为涨价 因为通膨嘛他就跟着涨价 那他的这个revenge也是进来的蛮好的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开始 过去在疫情之间得到补助 现在已经慢慢就用完了嘛 那他的这个消费人其实有一些减弱 所以看到麦当劳他在做这样子一个低价套餐的动作 你就可以发现 你就可以注意到 其实美国的消费动能是在减弱 那包括像星巴克 他们也是他们也说这个来客树 以前那种偶尔来一下的人 现在可能都很紧盛都不太来了 那再来就是这个零售龙头沃玛 他们反而是这个业绩变好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一些高收入的一个人 反而现在去沃玛 他们就是找这个CP值比较高的东西去做消费 所以他们反而是这个业绩是变好 但是这个背后反映的是说 美国的整个消费其实看起来 现在开始是有点趋缓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些总经的这些背景 其实都我们认为说 其实对于联准会降息来说 其实他已经创造了一个蛮充分必要的条件 所以我们也认为说 下半年联准会基本上就是会降息 降两次 第一次在9月 第二次在12月 那到了明年之后 降息的这个幅度可能会更大 可能会降四次 那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通膨在明年可能会降的更快 然后到2026年再降两次 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一波降息终端利率 我们认为到2026年底大概是在3.5%左右 所以跟这个市场 现在我前几天看市场这个利率 这个期货市场的预测 2026年底大概在3.8%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路博卖的看法 跟市场比起来是稍微积极一点 那反映在这个债券投资当然是 我们认为说现在切入债券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Jeff如果这样说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跟帮我们听众 cap一下 recap一下 就是说这个麦当劳5块这件事情 这个因为我有注意到几个美国网红 他们自己在分享 他们在麦当劳吃一个 一包小薯 一杯饮料 再加一个汉堡 14块美金 对对 所以这个5块美金 其实他推这个5块餐 应该就是真的是消费力在降低 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 其实事实上我们常常在说 我从总体经济来看 看我们市场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跟参考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说 您说这个降息这个时间点 跟这个幅度 我们之前是觉得说 不管他反正这个 因为同朋友黏性这件事情 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9月降息这件事 会让大家比较雀悦 那我们其实也看到 你帮我们准备的一些图里面 其实那个降息这个tempo 我们怎么样去掌握它呢 我相信因为上半年 应该很多投资人都想说 这个利率市场怎么 还是有些波动 因为原本可能从去年开始 大家就觉得要降息 就一直没等到 所以这个上半年 这个利率市场波动 其实来自于什么 就是来自于大家对 降息预期的调整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来看 这个线图表示什么 就是表示说市场目前预期 就是这个降息的次数 越往下就是降越多 所以你看从去年5月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觉得 今年可能会降5到6 就去年的时候以为5到6 对然后后来马上又调整了 变2到3 到了去年年底那时候 记得其实那时候 大家市场的降息预期是最浓厚 那时候市场觉得 今年会降6到7 就是2024会降6到7 对没错 但是后来 因为一些经济数据慢慢公布 我们发现通膨 好像没有降的这么快 然后经济也还蛮热的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联准会降息的预期 马上又拉 拉回来 那到现在市场预期就是 今年大概降1到2 就跟我们目前的预期差不多 但是这个来来回回的 这个预期的调整 就是造成市场的波动 那当然有些 这个债券投资人 可能就会觉得说 等不到降息 等不到降息 那我债券到底是不是 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手上又有债券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卖 还是怎么 对啊 对啊 对 但是你回顾 其实我们上半年 虽然市场是有些波动 但如果你去看 其实几个主要的这个债券类别 其实他们的表现 其实大部分都有正报酬 尤其是你看 如果说一些短天期的债券 或者是一些 费头之类债券 或甚至是一些 一些Security的 一些商品化的债券 其实他们表现都不差 那所以我们给 这个债券投资人的建议 如果你手上有债券 其实我是认为说 你不要因为说 这个大家市场的预期 说联储会什么时候 要降息 然后降息多急嘛 然后因为波动 然后你就去卖掉 你手上的持债 你想要 希望能够像股票一样 买到比较便宜的价格 然后再高点就卖掉 我觉得这个投资人 可能忽略掉 我们其实回归到 投资债券的本质 长期累积这个吸收 才是网到 所以你在这个中间的波动 如果轻易的就卖掉了 这个债券 因为其实交易成本也不低 那再来就是你 就是放弃的 这个长期累积 吸收的这个机会 那我觉得其实是 不是一个 投资债券 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反而觉得说 不如趁这个机会 市场有波动 你可以采取一些 像定期定额 或是一些 就是你看市场 如果又有更便宜的价格 其实你不妨可以再多近一些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 整个债券投资来说 我觉得拉长这个投资的期间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适当的做这个Duration 我们叫期间的这个长短的调整 对我们在债券 这个选标的上面 也是一个知识的就是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 刚刚所讲的其实是说 我们在持有债券的这个期间 其实不要太短 就是不要说 我们像股票 有可能有一个短短的 可能一个月一个礼拜 它就涨了十几派 我们就把它卖掉 债券投资其实不是 主要不是在看这个 短期的capital gain 它其实最重要 最有power的其实 还是长期累积吸收 那capital gain 也不是说一定没有 像我们刚刚说 我们对于这个联准会的预期 接下来就是要降息 我们可以再回顾刚刚这个图 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些线虽然上上下下 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 它并没有升息的scenario 它其实就是降息 只是大家在预期说 降息倒是一码两码还是五码六码 但是anyway 它的未来这个联准会的方向 就是往降息的方向去走 所以其实对债券来说 不用急 它未来就是会往降息的路 那你的capital gain 其实未来还是会有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 债券投资人 其实在这个持有的期间 就不需要太 做得太短 像这个股票这样子 常常会这样子 常常一直都会换来换去 进出这样子那么频繁 对啊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scenario里面 没有升息这件事 可是川普如果胜选这件事 大家就比较担心 它看起来会 现在很多的分析都说 它会让这个通膨增加 所以就变成 就反而要去升息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个债券市场反应最大 真的就是这个 所以虽然我们觉得 选举这件事情 它在政策 在产业面上 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它对金融商品 其实它还是有它的敏感度 我可以补充一下 川普的这个议题 因为我们看 6月27号那时候的 这个辩论之后 我们观察那几天的 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之旅 大概从4.2就谈到 在4.5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动作 当然 现在的这个市场已经预期说 电准会有降息 但是你看到 长天气公债还是谈 那其实川普跟这个拜登 他们这边的debate 其实衍生出来 大家会想的 其实是在他们的这个财政政策 未来财政政策是做的多少怎么做 那我们若回顾 看川普他的任期 他的这个任期里面 他的国家的这个债务增加了8.4兆 那跟现在拜登相比 拜登大概是4点多兆 那当然这样比不是那么公平 因为拜登还没做完 那但是我们可以 从川普他过去的一些政策 他主要就是减税 那减税其实就代表说 政府收入会减少 那他接下来举债可能要更多 那所以那一天的辩论之后 发现拜登好像胜选的几率比较低了 川普胜选的几率变高 大家就会联想到说 那未来这个公债的供给是不是会增加 所以在长天气这边 这个殖利率就往上去反映 因为供债供给增加 就代表说债务价格会下跌 那殖利率就往上来 所以这个市场上 还是会对于这个政治的议题 那也不能说完全是政治 他也是有一些财政的议题在 银行在里面 所以才造成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波动 对这个我们就要跟我们听众说 这个因果关系跟这个 我们看起来似乎有一些逻辑关系 不太一样 就是说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 上一次我们邀了一个 投资长帮我们解释 那个行为投资学 行为财务学 其实这个东西 这部分就很有趣 就是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不是因为川普这个就很爱 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讲话 让大家很紧张的人 所以他这个债券市场就反映 而是他在财政政策上面 就是我们这个逻辑还是要弄清楚 他在财政政策上面 可能会发更多的公债 使得市场的这个supply就增加 所以这个价格当然就会变动 好 Jeff那我比较好奇 就是说你在这个行业 就是关注这个债券市场也好几年了 这至少六七年都有了 在你开始进来的时候 这个市场应该是很冷吧 因为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读者也都是这两年 才非常关注债券 可是大家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债券的知识非常的弱 那您当时怎么样决定自己要进来 一个这么冷门的市场呢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非常冷门的市场 因为你知道我们台湾投资人 其实对于这个非投资债的这个基金 其实一直以来都其实都是蛮有兴趣的嘛 那当然为什么会进来债券市场 这个机缘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 在进入这个业界的时候 还不是债券经理人的时候 其实我是做外汇管理的 就是帮机构法人做外汇的投资跟管理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帮这个海外投资做避嫌 那做久了之后 当然外汇是一个蛮有趣的领域 但是你就会发现说 除非你是像是投资银行 你的那个专业的trader 他们就是专门就是在trader外汇为生的 那不然的话 其实外汇在我们整个资产管理的这个领域里面 它其实就是比较是偏向于避嫌工具 那这避嫌工具 就会需要搭配一个主要的投资的工具 那那个主要投资的工具 第一个你想到的是股票 第二个就是债券 那股票通常我们如果投资海外股票 其实也不太会去做外汇避嫌 因为它的这个波动其实很大 但是债券投资就不一样 因为债券它其实就是看债券的殖利率 收益率多少 那如果说你今天一个债券收益率只有5% 6% 可是你的外汇波动是6% 甚至6%以上 那你就变成说你投资这个债券 可是你因为会损你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其实债券的投资搭配外汇的避嫌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的时机点 你要不要要避或不避 或是你要避多少 然后因为你要考虑到这个避嫌的成本 或是你有避嫌收益等等 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 我应该要在 除了外汇之外 要掌握这整个投资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领域 所以就进来这个债券的市场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其实大家对债券市场不是那么熟悉 应该是来自于台湾的公债市场 因为台湾公债市场基本上法人很难买 就是我们的债券市场是活络 因为还蛮多学者都说我们债券跟股市是不成比 那现在更不成比了 可是我们都会看到我们应该都会是买国际的债 对不对 就是我们包括日本债也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债当然是最多 或是您说的这个非投资等级 欧洲债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 那现在就问题回来了 所以谢谢你跟我们提到这个 我们应该要更广泛的去看 如果现在手上还有现金 那下半年您的看法呢 怎么不 当然那如果说投资人手上还有现金 而且你的这个风险偏好又是比较喜欢这个 比较稳健型的 那当然债券就是首选 那回到刚刚我们所讨论的 上半年投资人最想知道就是什么时候降息 但是其实就我们来看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降息的过程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合理的终点在哪里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已经提到 我们认为今年降两次 明年四次 后年两次 所以这整个终端率最后会 2026年底大概会落在3.5% 所以我们觉得3.5% 这边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终点 那你既然都已经知道终点案内 这个终点就是很光明 因为利率就会往下走 那中间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蜿蜒 因为这个过程可能还有一年 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那每一个月的这个经济数据公布 一定都会有一些符合预期 或不符合预期 那市场一定会因此的造成波动 那我们认为这些波动其实没关系 重点是我们知道你是朝一个对的方向去走 所以其实投资债券我们认为还是一个 目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时间点 那当然可能大家就会想说 那到底是哪一种债券的类别是可以投的 这很难嘛 对 但是我这边个人我认为是说 其实各种的债券类别 其实都它有它的投资的价值在 只是说你从什么角度去切入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可能有些投资人 其实他已经有观察到 像现在的这个企业债 不管是投资等级或是非投资等级 它的利差其实都已经到过去一个长期区间 一个偏载的一个情况 那有些投资人其实就问我们说 那这样是不是代表说 已经偏贵了 是不是不能再买 但是另一个角度你去看 其实它的债券值利率 跟过去十年平均来比是更高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 这个以值率的角度来看 它是更吸引人的 那利差偏载这个东西 其实另一方面反映的是 这些发行人的体质是比过去更好的 疫情之后 他们利用这个比较丰裕的资金 它其实就是积极的去调整 它的资产负债表 让整个发行人这个体质变好 所以其实它也是反映说 这发行人体质变好 那你的值利率因为升息的关系 反而又更高了 那其实你从这角度协论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有投资的吸引力 那只是说 就我们这个机构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也不是只有看单一的债券的卷种 其实在我们的看法 我们是会把所有市场上可以投资的债券的工具 全部拉出来看 那我们会去看说未来每个债券类型 它的预期的报酬跟预期的风险是多少 然后去找出他们的相对的优势 然后把它allocate出一个 我们认为是最适的 最适的一个预期报酬加上风险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 其实是会是比较广泛 不是只单一的去看某一档债券 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们才说 如果今天买的是一个基金 跟我买单独的债券 那个遇到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知道基金就像我们看 基金它就是因为基金经理人工作 就是要去把它这个 不管它这个存续期 这个是不是符合最后 你希望得到给投资人 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投资收益 这个情况 因为你不可能放着它不管 对不对 所以那综合来说 您觉得现在来看 如果我们也知道 终点是2026年的这个3.5 不管是3.8 这个利率的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怎么样去做 在下半年的时间点 您的建议呢 当然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像我们机构投资人在看的话 我们是所有债券类别都会看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来打开广告 像我们陆伯卖 我们的这个旗舰的基金之一 旗舰的这个策略之一 就是我们的这个策略收益的基金 那在今年我们也获得了 这3年跟5年的这个大奖 那很不容易 这档基金我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 它的多元弹性跟灵活 那多元就是说 我刚刚一直提到 我们在看债券类别是超过10种债券类别去选 选出最适的这个资产配置的比例 那我们也不会说去特别偏好哪一种 这个债券类别 比如说我们不会说特别一定到几%都是买一个 比如说都是人籍债或是其他的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偏好 我们是保有一定的弹性 那再来就是灵活 我们在这个操作上 除了这个资产allocation的这个灵活度之外 在我们这个存续期间的调整方面 我们也是非常灵活 从我们可以从下一张图可以来看到 好看一下 这张图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霸图是我们这个基金的存续期间 那这个线图是我们的这个美国公債殖利率的走势 那可以看到一个最最极端的这个这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去年底跟今年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去年底那时候 记不记得我们说市场认为预期降息降很多 所以那时候10年期公債殖利率也掉了很多 就掉到4%以下 但是那时候我们的看法就是认为说 这个市场的预期太过积极了 我们认为说 其实连组会降息没有这么多没这么快 那所以这个市场利率也是降的太多了 那当时我们就很灵活的将我们的这个基金的存续期间 从5.5左右把它降到4以下 那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市场利率 接下来会往上弹 因为这个太过积极的去反应了 那所以调降我们的存续期间 在利率上弹的时候 我们受伤的程度就会比较小 那事实证明 接下来这个当10年期公債殖利率降到4%以下之后 慢慢今年其实你就看到它慢慢就弹回来 现在到4%以上 那就代表说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存续期间的操作这方面 其实是看的是对的 那如果说基金或是策略 没有这样子一个灵活的操作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 所谓我们说去调整存续期间 去趋吉避凶 或者说去获得更多的这个报酬的这个机会 对啊 简单说就是说 如果今天买的是一个企业债 我没有办法去反映这个整个殖利率的变动 所以那基因技能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在 我们可以 你会先去预测 因为你们研究嘛 然后研究这个到它的后面到底怎么发生 然后再来调整你的内涵 这个组合 所以其实我要跟大家听众分享 其实我们没有在广告 我们只是想要去看一个产品 它为什么它可以维持它在一个我们期待投资人 就是我们是一个小资助 我们期待的一个投资的收益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你们用这样一个案例来看 就可以知道说 基金经理人对于一个 其实是求稳健的一个在世 他还是有很清楚在追踪 到底是不是反应太过激烈 或是你这个期待太过超过了 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专业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才说 如果您对于债券是认同它是稳定 而且这个持有让我们可以 我们的资产不被这个融掉 就是因为股市 股市我们也看到它可能会上去10% 也可能下来10% 那债券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健 那更何况基金经理人 他都会在做随时在做调整 所以我之所以做这个建议 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说 我们现在看到下半年 这个债券的 这个会影响的是利率的部分 Jeff说的这个应该 你们的入门外观点是大概两码 可是应该是最后压线是12月 对不对 可是我们已经不用太积极 在看今年的一码两码 我们要看是Jeff跟大家讲 这2026年这是一个终点的 这个这一件事情的3.5或3.8 这个市场3.8 是不是会真的在那个时候才出现 或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有这个地 所以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 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知道其实台湾投资人蛮喜欢去买这个 长天期的这个美国公赛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很也很合理 因为大家就想说接下来要降息了嘛 那降息当然是你如果拉越长的这个 这个债券它的存续期间越长 它的利率敏感度越高 那理论上它可以得到的这个capital gain 应该会越多 但其实我们提供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的点 给各位参考 就是我们其实觉得说 接下来研究会的降息 我们觉得其实受益最大的这个区间 大概是在5到7年的这个债券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降息它其实影响最直接最快 其实是短天期的债券 那其实长天期的债券呢 10年或甚至20年30年 它的殖利率的水准在哪里 其实取决的条件影响的因子比较多 比如说它的实质利率在哪里 还有你在未来这个你的通膨预期的水准是多少 那再来就是期限益筹 就是你必须要给投资人相对于短天期的公债 你要给他多少更多的这个业友 可以让他去拿这个长天期的债券 因为长天期的债它的变化一定更多 它不确定性一定更多 那过去在这个QE的时间 因为央行一直在买长天期的债 这个期限益筹其实不明显 但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一个比较 正常的情况了 那也在升息的阶段 然后这个也在QT 那其实这个风险益筹其实我们认为会比过去来的高 那再加上刚刚所提到这个选举议题 这个引伸到这个财政的这个预期 财政政策的不同 对于长天期的这个债券殖率的影响其实是有 所以其实长天期的波动我们认为是会比较大的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一轮的这个降息 我们还是认为说比较这个CP甜蜜点比较好的 也是五到七年 所以刚刚所提到我们的策略基金 其实我们也是focus在这个天期的这个债券 那就是可能跟大家想的降息 然后长天期的公债就会涨最多 这个观点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给各位参考 理解 所以长天期就是我们市场看到的很多20年期的美国公债 所以大家也可以听我们节目 然后学习一下这个债券的知识 因为真的是我们在这两年 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报社也都是从头去学习 那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谢谢Jeff来跟我们聊 这个不管今天我们从知识行为我们 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基金经理怎么怎么养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我们很想知道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就给我们多一点鼓励 然后给我们一些留言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准备更多的题目 让我们的听众能够更高兴 然后在我们资产配置上面是一个稳健的未来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